OK吗? Testing 所以还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 我们再继续 所以这个就是 刚才有讲到的部分 OK 讲到部分 所以那些刚刚进来的学生 就是可以直接先 Nuke掉你们自己 先 所以这里的话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没有问题 我就next了 OK 所以next的话 就是刚才有讲到的 一些的火箭 跟space shuttles OK吗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就是会有 这里的话呢 他就是会有讲到 就是rockets OK rockets are used widely in space exploration when the fuel in a rocket burns OK when the fuel in a rocket burns hot gases are released at high speed OK 所以通常 rockets OK rockets的话呢 其实它的燃料 就是hydrogen OK 还有 氢气 还有氧气 还有一些的 那一个氧气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 它的燃油 所以rockets 它就是用这一些燃油 可是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的课本 这一面 它就是有问到 based on paragraph 10.1 which rocket was used to send astronauts to moon OK to the moon OK 这里的话呢 因为它没有讲到 Apollo 11号 OK 我们只有saturn 5 OK 因为saturn 5呢 其实是Apollo 11号的原型 OK saturn 5的话呢 其实就是 Apollo 11号的原型 就是说 它们有了 这一个saturn 5 过后 它们再改良 它们才可以 制造出Apollo 11号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一个 渐渐长长的呢 都是rockets OK 都是rockets 然后 有这一个 你看小小字的 有一个 好像有翅膀的话呢 我们是叫做 Space Shuttle 通常Space Shuttle呢 它都是需要到booster rocket 来帮它 所以在这一个 我会给你们看一个图 所以就是有关系到 就是rockets的那个部分 等一下 一下子 不是 下子啊 size OK 这一个的话呢 那个图的话 可能会 可能会 蛮小的啊 所以我就是尽量放大 给你们看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图啊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saturn 5 这是saturn 5 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层 看到 很多层 所以呢 我可以读给你们听的 就是说 kerosine fuel kerosine fuel的话呢 它其实是用 个十百千万 十万 七十七万 Litre的 kerosine OK 七十七万的 七十七万Litre的 kerosine 就是说它第一层 第一层 七十七万的 kerosine 跟 个十百千万 十万 一百万 一百 一百二十 一二零四 Litre的 一千两百零四 然后零零零 Litre的 那一个 oxygen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其实 火箭啊 火箭它本身呢 它其实是会有 分很多层 OK 你可以看到 它用完了这一层过后 它会丢掉 抛弃 然后第二层的时候 你看到 它后面会有 那个 rocket engine 每一层都会有rocket engine 第一层你可以看到 它当它飞了 差不多两分钟过后了 它就会抛弃这一层 因为下面那一层 用完了嘛 OK 然后第二阶段 它就是会用这一个咯 大概就是三分钟 那边左右啦 用完了 它又再抛弃 剩第三层 第三层 所以当它飞了 差不多九分钟 那边以后 它又再抛弃 剩下第四层 OK 所以它一直这样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抛弃到完 直到那个太空人 可以环绕那个月球了 再回来地球 OK 因为之前 SATAN 5的话 这个就只是一个extra SATAN 5的话 它没有把太空人 放在月球上面 而是类似环绕一圈 罢一圈罢了 因为现在呢 如果你要做一支的火箭的话 我们是算Billion OK USDollar Billion OK 算亿啊 OK 那个价钱是算亿的 所以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可以afford得到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它的燃油 是多么的多 OK 算Liter 又算百万那一种 OK 所以那个cost 都是很贵的 OK 所以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是可以有机会 那么做 所以这个呢 第一次的话 他们是会先用 SATAN 5咯 就是在月球 环到一圈了 然后再回来地球 不是下去月球那边 OK 然后过后呢 他们就是在 reinvent 就是到阿波罗11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个阿波罗11号的结构呢 其实它后面 踏在着 SATAN 5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讲 就是SATAN 5呢 其实就是阿波罗11号的原型 阿波罗11号呢 就是可以把太空人 放在月亮上面 然后又顺便 带他们回来地球 在月亮上面 走一圈 还是跑一绕 在上面玩 然后又回来地球 OK 所以呢 它的原型呢 就是SATAN 5 之前的那个SATAN 5呢 它就不能上到月球了 因为有线 它只能环绕一绕 环绕一绕 它又再回来地球 只不过 阿波罗11号 它是可以 就是直接把太空人 放在月球了 然后又顺便回来 OK 这个就是阿波罗11号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以前一些些 extra的知识 OK 不需要去背了 就只是纯粹告诉你 火箭的结构 它是怎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分很多层了 OK 分很多层 每一层都是会有 踏在着燃油的 OK 每一层都是会有 踏在着 燃油的 OK吗 所以这些都是 阿波罗11号了 OK吗 这里 OK 阿波罗11号跟 Satan 5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 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再回去 就是课本的 那一个部分 Hello Testing 所以我们再回去 就是课本的 那一个部分 所以这一个 就是Satan 5 OK 所以你可以 highlight 因为这里没有 因为这里没有 那一个 阿波罗11号 所以我们就直接讲 Satan 5 OK Satan 5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 Satellite OK 就是Spartac 1 第一个 Satellite 所以它的课本那边有问 How many satellites are orbiting around Earth 所以现在的 数据是 2062个 Satellites 所以你可以自己 记录下来 现在目前为止 直到2020年 OK March 31号那边 拿到的数据 直到2020年 OK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有 2062个 Satellites OK吗 然后当中呢 写下来 2062 这个数据会改变 只不过 S4 2019年的 直到现在 我们 so far有 2062个 Satellites 只不过在这里的话 它有问 Which country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satellite 无可否认 美国 OK 美国是有 最多的 Satellite 所以如果你要讲 它准确的数据 到底有多少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graph OK 所以可以看一下 这个graph US 2062个 Satellite里面 US就有 占有901个 人造卫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全世界了 OK 剩下的世界 然后呢 在警记 第二个排名呢 就是中国 299个 跟那个俄罗斯 就是153 所以美国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夸张的 901个 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 中国了 OK 所以它 那个 Rest of the world呢 709的话 它是参 其他的国家 因为他们都是 少得很可怜 就是一个 有些是几个 有些是十多个 就这样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 第一个最多的 就是美国 然后中国的话 是第二 然后第三 就是Russia OK 你看差距 多么的大 OK 单单一个美国 它可以媲美 整个全世界的 它一个数量 OK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的差距 所以这个是 2020年的statistics 所以就是 refer to 这个2062个 satellites 的数据 OK吗 可以吗 这里 所以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 proceed 接下来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了 人造卫星了 过后 我们还有 这个space probe OK 探测器 所以这个space probe 其实它就是 要get this information and send it back to the earth 所以你可以 highlight起来 OK 所以space probe do not orbit earth like satellite 它不像个 人造卫星这样 这个probe 它是不会 环绕地球的 OK 它就只是 traverse further into and out 而已 就是说 来来去去 那一种 OK 它可能会 去到 太阳那一边 或者甚至是 去到海王星那一边 就类似这样 所以它就是 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这些space probe 它就是会有 带着那些camera 跟remote sensing instrument 所以通常都是要沟通的部分 remote sensing instrument都是要沟通的 探测跟沟通 OK吗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些些的科技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proceed 这个是space probe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这个刚才就是有讲到space probe 它有remote sensin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remote sensing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remote sensing的话 其实也是简单来讲 就是要gathering and recording information from a distance 就是说你在远距离那边 你可以懂那些远处发生了什么东西 OK 比如说 Tiong Satt 就是马来西亚的卫星 它可以就是 receive or detect visible ultraviolet and infrared lights produced by objects OK Either就是on the surface or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OK 所以呢 这一些的话呢 它就是会传去给我们 马来西亚的 那个national planetarium station 或者是KL那边 或者是mission control station 在bangi那边 所以这一些Tiong Satt 它就是会把那些资料 传去给这一个三个地方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它除了这一些以外 它的function 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负责 比如讲在农业那边的话 它就是要detect suitable region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里面 哪一个范围适合做农作物的 OK 适合发展 那个农作物的 OK 然后或者是geology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要detect mineral sources在那里 OK 然后甚至是 disaster management 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一些的 污染 或者是一些的灾难 所以它们可以事先知道 甚至是defense也是可以 OK to detect intrusions of enemy ships 如果它们 就是侵犯了马来西亚的 那个范围那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 知道这一些东西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用到 remote sensing OK 所以它通常就是 会detect visible ultraviolet 跟那个infrared lights 这一些 这一些光线呢 都是可以帮他们 就是帮助我们 就是知道这一些东西 OK 可以用来知道这一些东西 就是会有agriculture geology disaster 或者是defence 可以吗 所以这个就是remote sensing 就类似像跟你们电视机的 那个remote control 这样 OK remote control 所以我们控制这一些东西 来帮我们收集这一些信息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是next OK 所以next 所以接下来的话 这些其实 我忘了按出来 所以remote sensing的话 就是摇杆 然后agriculture就是农业 geology就是地质学 然后灾难管理 跟防卫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 其实你也不需要炒了 OK 所以你只需要炒 你要炒的话 你就写remote sensing的就可以了 剩下的其实还OK了 所以其实你也是不需要炒了 我一次 OK 所以这个我就next OK next 所以next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就是会进入一些些的 那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课程已经完了 OK 所以我就是大概讲一下 我们一些的那个formative exercise那边 formative practice那边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space shuttle 它其实呢 它后面 就是会踏在这一些的booster rocket OK 因为这一些呢 它们就是为了要帮助那一些space shuttle 可以飞得更远 至于呢 有学生问 为什么这一些space shuttle 它为什么需要踏在这一些booster rocket呢 因为space shuttle啊 它本身的engine 其实是太过强了 只不过它没有地方可以装那些燃油 所以呢 它的弱点就是说 它的engine很强 可是燃油不够 OK 燃油不多 所以呢 它飞不远 所以它需要一些booster rocket来帮它飞得更远 OK吗 所以它需要踏在一些booster rocket 来帮它 帮它飞得更远 其实这一些space shuttle啊 它虽然它拥有这一些booster rocket 只不过它其实它的engine还是开着的 只是没有用到那么凶就对了 OK 它没有用到那么凶 因为主要的就是 还mainly depends on这些booster rocket OK吗 所以呢 有些人讲了 其实为什么 它这个space shuttle 它有开了 可是它后面这个engine那边没有喷火呢 其实理由是很简单 因为它的那个space shuttle啊 它的燃油实在是太纯洁了 很pure pure到它是燃烧出来的火焰是完全看不到 OK吗 所以space shuttle呢 其实它飞着一般的时候 它的engine也是有开着的 只不过它的燃油是非常的纯净到 pure到燃烧了 你都不知道 因为它的火就是很透明那种 OK 所以你是完全看不到 你只是可以看到 近近距离的话 你可以看到好像有风吹这样 只不过其实它是有火的 OK 因为它是用很纯净的燃油 OK 它的那个feel是很pure那种 所以它burn了呢 它的颜色是没有的 那个火焰的颜色 所以我们通常呢 我们看到那个火呢 它如果有那个orange色还是什么的话 其实是因为有一些的渣泽 OK 会有一些的渣泽在里面 所以导致那个火燃烧的时候 就是变成orange色去 如果是蓝色的话呢 它就是接近纯净 接近纯洁那种 OK吗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些些的例子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这个其实是在你们课本里面可以找到的 不是 就是那个答案 OK 所以telescope 然后接下来discovery就是space shuttle 然后hap就是火箭 rocket OK 所以这些都是space shuttle的booster rocket 帮它飞得更远 然后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些我就不讲先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space shuttle的那个部分 space shuttle 不是space shuttle 我知道有一个矿泉水是叫做space shuttle 就多了一个r 可是是不一样 所以space shuttle的话呢 space shuttle的话呢 before我给你们看这个东西之前 它其实 这个就是space shuttle 这个就是我们地球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跟地球同一样回到 跟地球一样一起走 对吗 一起走 所以这个就是space shuttle OK吗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 你的答案就是 第一个就是错 a就是错 然后呢 因为 它is located on the surface of earth 不是 在外太空 OK 刚才就是给你们看了吗 在外太空 跟着地球的回到一起走 OK 所以呢 a的话自然很然是错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 b的话呢 它就是observe better than ordinary telescope 当然啦 这个是这么强的telescope 如果它输给我们地球上面的 那一个普通的telescope的话 就是残了 OK 所以b的话就是对了 OK 然后c的话呢 spitzer space telescope is used to take photographs of earth's surface 错啦 OK 它其实你也可以那么做 只不过它们没有这么贵的东西 你那里可能就是用来做这些 普通的事情罢了 对吗 所以不可能的嘛 所以它就是会 有更加重要的使命啦 所以就是要拿来做什么 就是要study early universe OK young galaxy 或者是一些刚刚 形成的星星 and it's used to detect does this around star 还是一些些planetary information 所以都是可以看这些 比较远的地方的东西 而不是那么普遍的 用在c跟d的上面 c跟d的话 自然而然会有其他东西 代替的 所以这一个这么贵的东西呢 它们是不会用来做这个东西的 c跟d的 它会比较 mortu就是 比较更加强的mission 更加紧一点的miss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study这些红色字的东西 对吗 你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 其实 before完结之前 这个就是 你们课本的 其中一个立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kepler跟 ptolemy的话呢 kepler的话 跟ptolemy的话呢 ptolemy就是讲 earth is the center but你可以看到 circular orbit ptolemy跟copenica 是讲到 轨道是圆形的 kepler的话是 elliptical 就是椭圆形的 所以你不可以写 over orbit 我懂 英文 椭圆形是叫over 不是叫over 它们有一个名字 叫做elliptical 你写over是错了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就这样而已 然后如果你要剩下的答案的话呢 其实我会把这个slide放进去你们的那个whatsapp里面 所以你可以在whatsapp里面抄了 然后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们星期五的话有一个 那个劳动节嘛 所以你可以用那个时间来做你们的那个science的作业部 OK Form 3 Chapter 10 记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退出了 OK 没有问题 你们可以离开了 没有问题 可以离开 所以剩下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剩下的18位同学 18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直接断开了 OK 所以我们就是by6 by6几点啊 10点见啊 by610点啊 OK by610点 OK 所以今天就这样